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罢免案投票结果出路前双北市长不愿多谈 然而政坛关注后续政治效应 已经有议员在5号咨询时提问 罢免案过后被攻击的目标可能会是谁 柯文哲直接点名新北市长侯友宜 那我们在问我说什么 如果万一霸函成功的话 民进党下一个目标是什么 我当然不会说自己 现在民调最高是侯友宜 没有 开玩笑的话 事实上多一个党在前面 党子弹 我一定要把侯友宜推到我前面 我说柯文哲市长一些开玩笑的 但我也觉得他怎么有进步 也谢谢柯市长开开玩笑 大家都好朋友 侯友宜一句玩笑话四两拨千金 然而柯文哲的回答也显现 各线市首长高度关注 高雄市长罢免案 毕竟结果牵动台湾政局 三里选潘江华周世俊 SQ小组台北新北最后报告 请不吝点赞江华周世俊